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韭菜说,我是韭菜哥 如果问世界第一大运动是什么呀 很多人都能不达思索的说出来,足球啊,的确 但从影响力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运动 一个是足球,另一个是其他 由于欧洲足球,声音指于社区啊 不同的球队可以代表不同的族裔嘛 阶层啊,宗教派别啊,政治倾向等 每一次胜负啊,背后都关系到某个社会群体的情感宣泄 尤其是大赛期间,国家队的碰撞 其煽动的群体情绪不亚于场战争啊 如果两队背后的国家存在着某种历史恩怨 则赛场内的较量可能会蔓延到场外啊 两国球迷之间的肩膀弩张,甚至会演耗于骚乱和波动 给主办方的安保带来含大压力 思念一度的欧洲杯啊,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情绪宣泄的平台啊 2020年啊,适逢欧洲杯60大寿 本来是绝佳的一次限礼机会 然而呢,一场无情的新冠病毒啊 摧毁了原基本计划中的2020年欧洲杯 落得了和奥运会一样的下场 嗯,现代足球体员于英国啊 至今,欧洲仍然是全世界最热衷足球的运动地区之一啊 全世界最顶尖的球星都云集在欧洲五大联赛 英超、西甲、德甲、一甲、法甲中 由此构建出一个庞大的足球帝国 除了五大联赛之外啊 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足球联赛 至少拥有自己的足球俱乐部啊 许多俱乐部应有上百年的历史 他们的名字、球衣、对汇之中啊 就能看到一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和积淀 和历史悠久的俱乐部相比 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比赛啊 相比之下就少多了 19世纪末的时候啊 英格兰和苏格兰啊 进行了世界第一场跨赛区跨联赛的比赛 被市委灭出了国际比赛的第一步 尽管在国际足联滑分中啊 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支不同的国家代表队 但实际上是英国人的一场自嗨啊 此后呢 许多体量娇小的欧洲邻国啊 也开始拨团啊 组成了自己的区域比赛 比如说中欧国家举办的 米度博杯啊 北欧四国举办的北欧杯啊 这些比赛啊 都在小范围内 引起了球迷的关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球迷的需要 1927年啊 法国足协秘书长 法国卑的创始人之一啊 亨利德劳 提出了一个构想 把全欧洲的国家队汇聚浴堂 让他们拼个高下 势必能点燃啊 全欧洲足球爱好者的热情啊 当时这个构想 并没有得的重视嘛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件事情也就无从提起了 二战给全欧洲人民带来了 严重的伤害 人口基础设施啊 经济活跃度大大下降 像足球这样 需要众多青年男性参与的运动 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啊 欧洲的区域杯 无一例外 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如果北欧 就因为二战中 带着青年之久 这个北欧杯小杯 但是足球 作为第一运动的 秘力不减 战后恢复阶段 组织大规模足球运动 有利于恢复人民 建设家园的信心啊 各一阶段 足球运动 在世界范围里全面复兴 当时欧洲足球啊 欧洲足球先生 评选活动啊 创始人啊 加布里埃尔 韩诺特提出了 传立欧洲俱乐部的 构想就欧洲杯嘛 一再让欧洲各国 整间俱乐部 在同台竞争 同台竞技 眼见实际成熟啊 当时已经71岁的 德罗内雄心不点 继续推行自己的 欧洲杯计划 可惜他没能看到 自己内心的心愿完成啊 1955年的一个晚上 德罗内与世长辞了 为了纪念德罗内 促成欧洲杯的贡献 欧洲杯奖杯 被命名为德罗内杯 1966年啊 欧洲杯正在 在法国打奖 最终苏联队 获得了首届欧洲杯的冠军啊 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苏联运员 捧起了 德罗内杯 欧洲杯的历史 从此开始 从1966年到2020年 欧洲杯走过了 一扎子的历程啊 不管是在东方 还是在西方啊 六十都暗含着 圆满的意味 欧洲联的官员面 也想利用这次 生会的机会啊 重新体现一下 欧洲的团结啊 往年每届欧洲杯啊 都只能在一个国家举办 为了体现 2020欧洲杯的特殊性啊 给欧洲杯过一个 圆满的六十大寿啊 欧洲联决定 让这届欧洲杯的 举办地点啊 分散点十二个国家 有十二座 具备身后足球迪运 或者优质比赛场的 城市联合主办 由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新建场馆 迟迟不能完工啊 2017年12月 欧洲联宣布布鲁塞尔失去主办权 后来啊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许多足球赛事 不得不选择空场比赛 但是欧洲杯作为四年一度的大赛 空场举办 是各个利益方所不能接受的 你比如说 爱尔联都柏林吧 就因为无法博证 开放球迷主办权 而失去主办资格 西班牙比尔巴厄所属的地区政府 坚持严格的防疫条件 于是主办权不得不由塞维利亚接受 最终 本届赛事 确定将在罗马 巴库 哥比哈根 圣彼得博 阿姆斯特斯兰 布加勒斯特 伦敦 格拉斯哥 布达皮斯 慕尼黑和塞维利亚 共十一个城市举办 为了兼顾疫情的防护 这十一个城市 多多少少都对观众入场 有了限制 或者只允许50%的观众入场 或者只允许 本地的观众入场 或者要求 观众进行核算检测 非带口肉 无论哪一种方式 都说明欧洲毕业非办不可 而且不能共场举办 因为体育联赛 本着是商业活动 主办方组织体育联赛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赚钱 常言道 傻头的生意有灵作 陪一本的买卖没人干 与其办了费钱 还不如不办 对吧 生意嘛 就这样 但相关利益方 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你比如说 大赛的牌子不能走 像奥运会 欧洲杯 这种体量的体育社会 除了经济本身之外 早就被赋予了 更大的其他意义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 自始提大 默然停止的话 可能会产生对国际体育组织 以及其他机构里 信任危机 同时 欧洲杯的商业广告 赞助 早在数年前就敲定了 如果放弃举办 就会产生沉重的违约金 另一个方面 从运动员本身角度来看 如果不办的话 损失也是巨大 这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很短 除了某些技术全面 能超长待机的球员之外 读取运动员的平均职业生涯 巅峰只有四年 错了一架欧洲杯 很多球员的人生轨迹 很可能就被改写了 对吧 有商业价值的球员 还没有展露头角 就开始陨落 这也是俱乐部老板 及赞助商 所不愿意看见的 这么多的利益纠葛 决定了欧洲杯 不能不办 而且不能空场举办 由于2020年 是欧洲杯的六十大寿 再加上大量印好的 2020欧洲杯的物料 都已经制作完成 如果改成2021欧洲杯 则势必遭受残重的经济损失 于是欧洲杯历史上 最奇特的一幕出现了 原地在2020年举办的比赛 不延到2020年 但仍然叫2020年欧洲杯 在欧洲联高官的远景规划中 2020欧洲杯 很有可能是一个 宏伟的计划的开始 一届比赛 十个国家联合举办 这样做的目的 大概除了扩大欧洲 欧洲杯的影响力之外 还有将整个欧洲团结在一起的一个隐喻吧 嗯 将欧洲杯 和欧洲 团结在一起啊 是二战以后 欧洲主要政治 经历力量的共识啊 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啊 欧洲不仅失去了原本世界中心的地位啊 自身安全也岌岌可危啊 因此爆调去难 是当时各个领导人 做出的最合理的举动啊 二战以后啊 面对东西两方的威胁 欧共体啊 欧盟啊 等等跨国区域组织啊 如雨后春水面兴起 甚至一度还有将欧洲联邦化的一个讨论啊 可千年以来啊 欧洲从未有过真正的团结 翻变成不是欧洲史啊 也看不到有哪一年没有战争和敌对的 如今的欧洲各国啊 还依然矛盾重重啊 难民问题啊 种族问题啊 层出不穷 伊斯兰教啊 东正教啊 天主教啊 基督教啊 等等其他教派啊 宗教矛盾啊 经历了上千年啊 但依然是欧洲活跃同上 最容易引然来个隐先之一 以上问题 哪一个都是刀扩索 黄卑士运动啊 全球经济下行啊 让欧洲阶级矛盾啊 推向了高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啊 欧洲非内利去世 速度越远越劣 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 我们看到英国脱欧 乌克兰内战 欧盟成员国内部之间的相互攻击 俄德 因北西二号天然气管道建设 与中东欧国家加码弩战 等等现象都显示着欧洲大陆上 各个国家 早已经 离心离德呀 对于这种情况 欧洲从上到下都显示出了迷茫力反应 马克龙曾经说 北约已经进入了脑死亡状态 他给出来解决方案是吗呢 欧洲人团结起来 组成一支自己的欧洲军 然而真闭一呼 却没有人响应 马克龙大脸 啪啪啪 在欧洲分裂成为继承事实之前 总要粉饰太平 这一件欧洲杯 就做出透着这样的思想 给欧洲人展示他们 期待看到的欧洲的团结 统一与繁荣 如今我们看的是 在疫情之下 欧洲各国 纷纷举起高墙壁垒 各家自扫明前雪 撕像那张面具以后 真像赤裸裸的 剥露在人民面前 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 已经成为过去 又或者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现实的欧洲 正走在分裂和衰落的道路上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朋友收看 再见 拜拜